今天要来移植一下草莓苗了 像这一棵是我今年度下成功的草莓小苗 然后夹植到这个盆里面 然后后面它长出了肘筋 这一棵它叫天使AE 是我家孩子很喜欢吃的品种 因为它的口感确实很好 又香又甜的 个头还大 所以这次我就要先把这个小苗给它夹植一下 天使AE是很能长那个小苗的品种 像这样子 像这一种药 药植也是挺简单的 那什么情况的苗要夹植呢 比如说就是这一种走进长出来苗 要给它夹植 还有一个就是帮买回来的小苗 你还不怎么给它定植 然后要给它缓一缓 然后就用这种盆子给它夹植 这个大概是12厘米之间的盆 然后土用的是明碳 珍珠炎之石 还有一些稻壳这些 有时候只要原土不说太年重 可以原土加点沙子 再加点刀壳 珍珠炎 这些也可以给小苗一夹植 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不要往土里面加大量的肥料 因为草莓是稍微洗肥 但是很怕撞肥的食物 然后夹植的时候 仍然有个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不要埋心 另外它要是有长中的小苗尖 如果你是要这一棵 你要去长的话 就把这个给咔嚓剪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还想继续繁殖 就让它继续长 它会继续变成小苗 我目前是还想再繁殖一些 因为这一款是我今年打算 扩大种的品种 而且只要我种草莓 只要合适季节 就一定会吃到草莓 所以我女儿就天天跟我说 妈妈什么草莓又可以吃了 我说妈妈种的就好吃了 而且她说你没吃了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了 假的真的是最简单的布 那给它加个泡水的好了 反正我这个没什么伤更 就直接放开一下 切记不要给它加肥